這個情況也不一定 昨天就有九桶原地閃線加一個大絕往家裡丟 對 反向大招 反向大招 抓完峽谷清潔工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UZI Guard 哇 這個ID UZI Guard 真的是聽起來太強了 欸 這好像就是在形容UZI 就是UZI真的是一個Guard 等一下 Stan Ziv是選擇阿姆姆嗎 哇 他要哭啊 他要來哭人啊 然後對方是選了一個納爾 這UZI Guard選了一個 欸 我覺得納爾很適合UZI Guard 就是又AD又是上路的角色 欸 對耶 不過這邊的話有可能會被Levi1996給盯上 欸 旁邊就是UZI 這裡勾上去 哇 遇到神UZI啦 我的天啊 但是回山阿姆姆追著打一套打出了征服者 大部分大家都看到帶上列地嘛 不過這裡的話又再度逮到你囉 UZI 揍他 一錘一錘 我覺得這個阿姆姆怎麼看起來有點像雪拉比的感覺 有一點像 很像吧 很像雪拉比啦 哇 空Q啦 但在另外一邊的話一個聖誕燈場把人給台飛 這邊的話拉克斯被台飛之後後續反點 但是反倒是瑞空的血量有點危險 活動 被套上鐵人 但是這個被動打出來了 傷害很高 開心 然後來看一下 這邊反倒是伊澤瑞的血量也掉到了不到200次 但是反向的一個Q技能 這邊也被伊澤瑞打出了一個征服者 而且被關到了 拉克斯關到了 再一下普攻 聖誕燈場 這光明束縛很關鍵 在一個聖誕燈場 這個尾巴不斷的 欸 欸 然後誰會獲勝閃現過去的普攻 最後是拉克斯拿下手殺 然後這個Q技能有命中打破被動 但是最後下路 直接兩顆人頭入袋啊 對 然後中路的話也是同時開戰 哇 這裡的話傷害非常的高 戰魂就跳躍下來 剛剛那個跳好像有點短 這邊交了一個閃現 有沒有機會可以把最後的一下普攻給A出來 但是隊友來啦 歸歸來啦 嘲諷 嘲諷 紅BUFF 還要幫忙助攻 最後的一下普攻 重置的跳躍 有沒有辦法可以走掉 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哇 這裡比較尷尬一點 感覺他想要回來把這個人頭給拿掉 然後這個阿姆上到2等 終於可以開枯了 他腳閃了這個阿姆 這看起來剛剛應該是被盯上 這裡又再度逮到了這個烏龜的位置 李鑫出Q 這個嘲諷但是感覺也是拖遠一點時間 給個助攻 給個助攻 哇 沒有助攻 我鐵定是 鐵定去拿一下 鐵定是算好了那個普攻的時間 不過來看一下Stan V 這裡出把 有機會來尋求一個單殺 有沒有機會可以單殺UZI Guard 但是只有 哎呀 被單殺啦 哇 充滿了一陣尷尬 這個距離位置沒有拿捏好 反而被 對方奈爾一下一下給點死了 這也沒辦法 這已經是UZI 而且後面又加上一個GOG 這絕對是繩子等級的操作 對啊 這裡奧書又先上來 刮到W技能之後來回的一個走位 走過了拉克斯的Q技能 但是旁邊隊友已經趕來護駕 往前的話來看一下一個E技能 這一個靈光障壁 然後後面的話 這個摩托凱薩也是趕過來 也是這個拉克斯 但傷害好像不太夠 來看一下E者瑞瑞瑞 沒閃現 這是4個人的一個夾擊 4-2W跳臉上回身打出征服者 但是反倒是Panely 這邊直接把Levi1996給帶走 但是又是一個重置普攻 這炮娘要成神啦 大家踩我臉上火會直接爆開的 對 這裡火箭跳躍直接跳上來 掛到一個炸彈 旁邊的話 拉姆斯趕緊過來護駕 不過這個傷害是已經爆炸了 而且又是一個跳躍 然後回身再給嘲諷 普攻普攻 但是好像追不到啊 這炮娘回血跑得太快了 還在繼續追擊嗎 不過這個炸彈感覺要爆炸囉 兩邊在跳蝦蝦 但是最後的一個嘲諷 再一個嘲諷 再朝上去一個烏龜撞 直接把對方撞一下 趕緊吃屁 欸欸欸 怎麼沒死 他的骨架剛好怕不起來了 哇太細節了吧 那這裡的話李青過來 Stensive 你站在一根眼睛上面 盾眼 然後回身給到一個冷獵重擊 Stensive有覺得有一點熟悉的感覺 再被緩到旁邊烏龜趕緊過來護駕嗎 閃現 然後再一個勾也沒有勾到 但是這邊的話UZI Guard已經變大了 後面的一下巨石拋眼 哇 對而且他都是野怪吃到一半 那趕緊過去護駕發現也沒辦法 這邊剩下登場直接抬到的是對方的一個輔助 後續再一個暗影爪 抓了回來之後 這感覺應該是逃不掉了 不過應該是能換掉人頭 再個歐蘇蘇越千往下 這裡已經是進入到魔鬥凱撒的攻擊範圍 然後不斷的AQ 然後再一個A 但是最後的話 這個一則熱可以順利的活下來 這邊想要來反打 給到一個自己的精華躍動 傷害其實還挺高的 但是後面的一個炮兩夾擊 超假啦 龜龜是你 龜龜怎麼才三等啊 又是被炮娘踩臉上Q又被Q到 欸這裡已經六打三了 六等打三等 那這裡的話 炮娘直接來到下班補 想要來執行這波塔殺火箭跳躍 找到的是對方的一個輔助 又是六等打三等 這一個傷害不成正比 已經Godlike 唉不要啊 這個他都還沒有走到線上 你在衝突就直接把他殺了 人家情何以堪啊 然後回身這邊 幫扛 盾眼 給普攻 最後等一下火魯魯有沒有機會 可以把人給帶走 非常細節 然後這個時候瑞空過來 人頭收穫 看一下塔莉亞這一波 能不能換到人頭 這一個 翻沒有翻到 那這點啊 先再搭配一下普攻 先把對方瑞空給帶走 但是閃現了一個資源 沒有辦法補到人回身的話 這理性是追著塔莉亞在打欸 龜龜這邊終於可以救到人了嗎 龜龜就看這一波 塔莉亞終於是收穫了一個Double Q 但是回身魔鬥凱撒也是把人頭給擊殺 哇這個魔鬥的一個被動只要Puff出來 其實傷害非常的可觀 欸 炮娘你還不走嗎 炮娘有跳有閃 應該是還好回身是跳到火龍池裡面 但是這裡一個跳躍的位置其實就比較尷尬一點 被烏龜給滾到了之後交出自己的閃現 喔這個閃現交得很極限 然後回身的話 潘莉閃現過去 你剛剛殺我現在換我要來報仇 不斷的普攻 然後再一個E技能 這E技能光明一點 終於是Shutdown 七百塊落在的是這個拉克斯的身上 欸烏龜這裡又被對方可以逮到了 聖誕登場再度抬起來 但是這一個烏龜 坦度似乎是嚴重不足啊 被李維1996給一掌拍死 直接是一個拍地板 然後另外Panley這邊剛剛收穫一個七百塊 但是現在又要被對方給盯上 又是一個自己的Q技能 浴光飛翔打出傷害 再一個聖誕登場直接抬飛 但是E者瑞爾過來想要來拯救自己的隊友 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的辦法嗎 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這邊是扭掉了這個虎翹龍蠅 然後後方的一個塔莉亞也趕過來 這邊是一個無等打無等 塔莉亞來囉 這裡閃現 這裡的話瑞空有沒有機會可以來走掉 下了一根睜眼 回身這裡自己沒有抬飛 但是最後又是一下玄武飛翔 這個Q技能算得非常的準確 直接把Panley給拍死 但是往後的一個奧數越先躲掉這個身上登場 而且回身在打出電型 這邊是並沒有任何人在倒地 然後1996這邊還想要來獄血奮戰 後面下了一個TP 這波的會再拉得很長 但是這邊塔莉亞已經收下了一個DoubleQ 不過UZI尬了這邊直接推了一個狂笑猛擊 推到了牆上之後再給一下自己的原始衝撞 後面的一個宏洛魯再把人頭給收下 又是一個W技能直接跳臉上之後 來看一下這個龜龜 龜龜不要啊 龜龜 還往塔下裡面再跳 想要再收這個人頭 但是少一下普攻 最後是被伊澤瑞爾給換掉 但是921的一個泡糧 而且塔莉亞其實在這幾波的一個小團戰 也都是有收到一些人頭 回去跳一下直接上來 搭配掛炸彈的一個傷害 點 再往前跳 看一下普攻直接SOLO了 大招都不用 但是一回來遇到的是龜龜 被菇龜這邊給到嘲諷 然後來看一下這邊 喔 漂亮 再一下普攻 很精準 直接把這個炮娘想要跳躍的意圖 直接撞回來 但是李鑫要來幫對手報仇了 對 這裡烏龜還沒有升到6等喔 紅BUFF 查理跟紅眼過來 哇 這一套 這個QRQ 漂亮 原來是這樣 合理 那下半步這邊又打了起來 真Panley直接被槌 然後回身再一個Q技能 這邊炮娘同時也趕過來 李鑫也是進來 後面的Panley應該是要先去了 而且回身的話 這Q技能順利的扭掉 我中技中掉啦 這個特哥中 直接把他給中死啊 然後回身的話 這狂向猛擊 直接把人給垂飛 這邊終於是要來幫StanZiff一下 但是後面的話閃現過去 給到了一個嘲諷 嘲諷 嘲諷 但是是一個9等打6等回身 這W技能暈住 但是這個木乃伊的詛咒也是有掛上去 來看一下大招已經觸發之後 最後跑比征服者 一下一下的普攻 這殺害好低啊 這殺害好低的 但是這個扛塔應該分配的還不錯 旁邊還有塔莉亞的一個編成者之強 尚當之落在烏龜身上 終於是把這個UZI Guard給殺掉 等一下 StanZiff也被塔打死了 哇 真的是 哇那這樣子就有點虧了 這UZI Guard 他現在回家直接出了一個黑切了 不過誰知道的話 只要扭到Q 但是這Q現在好像有 有點歪 差一下的普攻 但是最後的話 欸瑞克會被塔給打死了 在旁邊泡娘過來一個支援 終於是把人給shut down 但是回身的話 這邊是直接拖進小房間 但是來看一下我們畫面要播哪一邊 然後這邊的話 鋪了一下說一個地表 齁嚕嚕嚕這邊直接被StanZiff給殺掉 StanZiff終於拿到了本場比賽的第一顆人頭 而且瞄準他第二個 這個單挑打不贏啊 太坦了 可以買出來 但是這邊要來執行一個塔莎 阿民已經宣布 加上他登場直接進場 逼出的是對方中路的一個閃線 但是在另外一邊的話 這邊想要來殺這個Levii1996 不過沒有辦法順利的成功 後面刷了一個禁的彈幕也進來 但是回身嘲諷也吵住 這邊好嚕嚕直接跳走 之後來看一下StanZiff 這邊是被Levii1996給救了一波 直接被踹走 但是回身的話 這個烏龜被爆打 被留住 就要被對方給殺死 而且StanZiff看起來也很危險 因為泡娘又跳進來又跳走 這好像在那邊超級瑪利歐啊 抓一個進進出出 而且旁邊的話 已經變大了 這裡有沒有機會 可以來出一個光效猛擊 環到兩個人 塞他登場 逼出的是對方的一個閃線 但是再一個拋野 沒有命中 反身拉克斯Q 直接關到的是對方 兩名成員之後 應該可以順利拉掉 三四十分鐘 這個塔莉亞和伊澤瑞爾 的確是可笑可笑 沒錯 這裡的話再度逮到的是 對方的一個中路火箭跳躍上來 塔莉亞再見啦 掰掰囉 這裡又被砲槍給收掉 不過人頭是落在了 是納爾身上 而且李星 又來找下路的一個麻煩 閃線的一個塞他登場 找到的是對方的一個 輔助位置 最後是由瑞空拿到人頭 之後開啟大絕 死亡領域 哇 被拖到了 但是回身三個人的一個夾擊 在下的Q技能 閃傷直接命中 然後這邊的話 帕布奇自己的被動 交閃線躲掉 但是最後還是要被1996 一個gagku給踩走 但是UZ在幹的 你哪會在這裡啦 直接是讓李星 抽下一個DWQ啊 停 不過這邊的話 看起來Standive 還是有一定的坦度 這邊是吧 而且他有大絕喔 這波是可以尋求一波單殺的喔 這裡 漂亮 飛走了 哇 被鎚飛了 沒有辦法把這個人頭給收掉 但是最後的話 被吼嚕嚕給拉打 拉死啦 哇 他在這裡沒有 馬上開啟大絕 畫面回來 哇 已經Killing Spree了 逮到的是對方的一個 拉克斯 而且還在持續進行追擊 狂槍猛擊往旁邊推 而且人頭沒死 不過旁邊的話 依瑞瑞爾是已經倒下 這裡的話 再收穫人頭 這已經是兩倍的一個人頭 差距 然後烏龜這邊孤苦靈頂 一個人 是被這個瑞空給抬飛 然後這邊泡人又過來 每一次他過來 就見面就是跳人家臉上 回身的話 Stan Z這邊先把傷害給坦住 他身上是出了一個 這個守望者鎧甲 他一件大裝都還沒有塞出來 不過旁邊的話 塔利亞這個蹲點到底能不能 有一些成效 這裡嘲諷 搭配的是一個翻 翻到這方兩人 不過傷害不足 反而是自己隊友 全數倒下 後面的一個重機閃光 也差點把人頭給殺掉 但是最後是由塔利亞的點燃 把人給燙死 這邊是終於收穫了 這個泡娘的人頭 但是回身的話 還想要繼續進逼中路的 這個內塔 對這個中路的內塔 血量大概剩下三分之二左右 還有爆破符的那個效果旁邊 納爾即將變大 這裡的話還有閃現一個狂笑猛擊 直接推到兩人 但是沒有辦法推到牆上 這邊的話還是能夠扛塔利亞 1996 再次添到人頭 而且這邊的話 還想要持續的追擊 直接拍出了一個征服者 但是扛到塔的傷害 最後沒有倒下之後 後面開啟了一個死亡領域 然後回身追著A 再下不攻 直接A死 但是這個兵子的這槍蓋過來 反倒是拉克斯這邊也把 摩托凱莎給收穫 歐瑞一扣被吸到了 這裡吸到 然後後面的話 結果沒想到是連續兩天 這個李星表現很好 不過這把閃現跟上 再一下普攻 竟然一個效果 旁邊還有拉克斯的一個護盾 這一個支援來得及時 但我覺得這個李星 偶爾又來看一下這個重擊散光 不過齁嚕嚕嚕這邊是牛要躲過 然後來看一下後面 Stansive就是這一波了 Stansive能不能 可以打出一些操作 誒 被踢到了 哎呀好像不行啊 交閃現往後拉掉 反而是把自己的隊友給賣掉 齁嚕嚕嚕宰宰 來掉對方的一個烏龜 這裡烏龜已經倒下了 然後Stansive剛剛一傳送下來 馬上閃現往後走 這邊要來一個4打5 但是有一座防禦塔的加持 來看一下這波的團戰怎麼說 在一個Q技能有Q到回身 接上了一套傷害 想要來先秒這塔利亞 塔利亞已經爆炸 然後後面炮娘又是 往前的一個跳躍 直接要李星收下一個Double kill 這是兩人Double kill 還是人家沒有要理你啊 他們已經卡住路啦 哥 哇這蹲到自己家裡爆啦 但是後續的一個夾擊 來看一下 這個繞後先往UZI身上 先殺小狗 但是往前的一個聖誕登場 直接台飛很多人 看一下炮娘在前方 已經融化了前排 哇這傷害實在太過於大了 後續的一個這傷害不成正比啊 人已經倒下 然後我們看到火光一起 就要看到阿姆姆的一個死亡 木蘭姨已經倒下 哇一個上中敲擊 最後的一下普攻 炮娘A太大的一個發揮 但是這樣比賽的戰績 的確是比較慘 這裡綁到 但是傷害不夠啊 但是傷害不夠啊 那傷害是直接被殺掉 然後回生終於是 閃現補上一個普攻 閃現的普攻 把這炮娘給帶走 但是回生再一個Q技能 這裡的話魔多凱薩也進來 但是這邊是盯上了一個Eater 一個Q Stensive這邊過來 想要來一波報仇 但是回生的話是進入到了 魔多凱薩一個 不斷的攻擊 來了來了嗎 然後最後是雪武肺炎 拿下了一個shutdown Stensive一個主場 這一波到底能不能 拿到一點人頭回來 現在是禮秀的時間了 但是唉呀 感覺好像沒辦法 這裡綁往前把 Stensive is your time to shine 但是Shine的起來嗎 可以 shutdown 他終於是把瑞空給殺掉 然後再一個綁綁到 但是UZI Guard 過來啦 這UZI Guard一來 真的是誰都沒有辦法存活下來 然後後面的話 李星不斷的在揍這個Petty 這Petty 他只是一個輔助 他只是一個拉克斯啊 直接被UZI Guard給殺掉 而且他們已經 在溫泉前面開虐了 這裡閃現出來 規避掉溫泉的一個傷害 洗溫泉啦 拿到一個Double 這D1996他的操作是真的很快的 這已經差了 來到快要20K啦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這裡想要幾階再來打一波 看一下阿牧不要要不要開戰 這次是瑞空先忍不住了 有點短追不到人 然後空到的是最硬的一個Stensive 然後往前的一個拉 直接逼出了一個驚人 然後驚人結束之後 後面的一個重機閃光 想要來殺UZI Guard 但是這個狂小魔忌推得很精銳 回身再丟出自己的精準彈幕 反而是UZI Guard 這邊先行倒下 回身的話已經在開啟一個驚人 這個黃金右腳把人給擊殺 但是起來也要自己一起陪葬 對 然後在一個Q期間 精準的命中到對方 拿到一個Triple kill 唉唷 這波收下來賞金會很多 然後來看一下瞬間已經追到了 但是家裡要爆炸啦 家裡BBQ啦 這裡不能再追了 反而是瑞空還要再來調皮 但是被Bonda給綁住之後 在一個聖誕對上給抬了起來 這邊木乃伊不斷的追擊 怕不起自己的征服者 但是怎麼好像打不贏瑞空啊 不會吧不會吧 不要吧 可以可以可以 嚇死我了 嚇我一跳 會想說不會打不贏瑞空吧 往前的一個進逼 這裡想要來壓這個下路的一個高地塔 中路的超級小兵已經要進去了 這裡抓回來的是Stensive 看一下這裡交閃線選擇往後啦 想要來全力一搏 但是最後沒有倒地 反倒是 這裡下路的高地塔要直接爆掉了 在小兵的一個加持上面 其實伊澤瑞爾也是很難輸出的 這邊龜龜想要來撞一個 撞到的是李星 然後嘲諷在給上 這李星跑了很長的一個距離 阿木木的一個綁 往後綁了 但是沒關係 走到人群前面開啟大絕 還是把人群給殺掉 然後在另外一邊的話 一個終極閃光 Demacia一炮雙翔 直接帶走兩顆人頭 然後後面的話 來看一下UJI God 已經跳進來再開啟自己的懷錶 但是後續的一個團戰 感覺紅色方要獲得勝利了嗎 沒有 因為魔鬥凱撒 動打不叫 再一個拋眼 把阿木木人頭給甩掉 全數人死亡超過十次 所有人死亡都來到雙位數之後 三兵贏二十七分鐘 總共九十顆人頭 比賽要結束了 我們恭喜藍方 獲得這一次兩人同心的一個勝利 這場 滿輾牙的老實講 而且就是有一種 藍方他們的一個操作 的確是 再相較於紅方來講 更加高人一整 我覺得尤其在中野的這個位置 其實真的是贏太多了 尤其是李型 哇 立威 手也熱到了 等一下單挑賽來看他要怎麼秀 哇 鐵定是很舒服的 不過 我覺得這個中路的話 畢竟他們中路是兩個現役的職業選手 這個操作 不愧是炮糧打出的一個傷害 也是打得非常的亮眼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在這個藍方的一個上野 包含的是UZI加神騷還有1996加ZZI 都是以前這個職業非常強勢的一個選手 表現的確是非常不錯 不對啊 剛剛紅方上路也是兩個 都是打過職業的 而且還有一個是世界冠軍耶 還有一個一打玉琳 對啊 這是一打兩個亞軍 怎麼輸 怎麼 但是好 怎麼輸了 那也是比較尷尬一點 那也是沒辦法 那也沒辦法 都沒有重複 是有關 就說了 spin